好 那我们来看什么呢 第一天我们要处理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我们资料里面往往会有遗漏值 那这遗漏值呢 我们大概要怎么处理呢 那我们来看看遗漏值怎么处理 当然啦 报告遗漏值的处理方式 它不是只有简单的叫你处理遗漏值而已 它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在里面 那我们等一下讲到那个更深层的意义的时候呢 再跟各位报告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来讲遗漏值 因为有的人会讲说 哎呦 我的资料不会有遗漏值啊 有遗漏值我就删掉它就好啦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做资料擦补呢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它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在里面 只是大家从来没有注意过而已 再来 我们资料呢 要检查 资料里面符合多元常态 跟Outline 因为在我们节目方程模型里面呢 资料符合多元常态是一个基本假设 然后我们的资料呢 绝大多数都不太可能符合多元常态 那不符合多元常态代表什么意思 不符合多元常态代表我们的资料 可能有Outlier值 那有Outlier值又如何呢 有Outlier值就会影响到我们卡方的分析 因为什么卡方分配呢 容易膨胀 所以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卡方值 那得到比较大的卡方值呢 自然就会造成我们的配置度下降 那配置度不好 那怎么处理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我们今天处理多元常态的问题 然后再检查另外Outlier值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卡方值很容易膨胀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PVL往往会显著 那你经常会碰到有些老师呢 会用这个来刁栏 有些reviewer会用这一点来刁栏我们的论文 因为PVL在所有的研究里面 只要你的样本大于200个以上的样本 几乎所有的PVL都是显著的 那显著的意思就是代表 我们的样本跟我们的模型是不合的 那对不对 我们的model不好 model fit不好 但是呢 其实呢 我们有可能呢 我们的PVL显著 并不是我们的模型不好 只是因为我们的样本数太大所造成的 但是呢 这个不是你讲了就算 一般呢 我们可以用文献来证明这一点 证明很多人讲过 很多的学者讲过 只要PVL大于 只要样本数大于200 几乎所有的PVL都是显著的 我当然可以用很多文献 但是呢 不是每个reviewer都买账 如果他不买单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做证明给他看了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呢 要用Boddenstein P collection的方式 来给你证明一点 证明你的model 真的是因为样本数造成的 而不是模型配置度不好 所以这是我们要证明的一点 然后呢 模型呢 配置度的修正 告诉你模型的配置度 怎么去进行修正 然后介绍一下 Woolstrap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Woolstrap 这个功能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它的原理是怎么样 然后呢 进入结构模型的二阶段准则 结构模型的二阶段准则 那这个方法呢 可以协助我们了解我们的资料 有没有贡献性 甚至于我们的架构 应该怎么样来配置 可能比较理想 那我们等一下会谈谈 Woolstrap的二阶段准则 包括我们要做什么区别 效度 什么都是在这里可以完成的 然后呢 碰到贡献性的时候 怎么处理 有时候你贡献跟贡献之间的相关 如果太高 就会造成贡献性的问题 那有很多的学者 SEM的学者也说 SEM对于贡献性具有robust 可是等一下我们会有文献证明这一点 他说为什么很多学者会提出来说 SEM对贡献性不敏感 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就这样子说 其实SEM也是回归 SEM也是回归 所以同样都会受到贡献性的影响 所以同样都会受到贡献性的影响 所以怎么处理呢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处理的部分 那么呢 明天呢 就会处理什么 比如说SEM呢 我们就开始处理 顺序尺度跟类别尺度 我们的SEM原则上是不能够处理 顺序跟类别尺度的 但是呢 我们其实可以透过适当的转换 变数的转换 而达到呢 这些资料不会浪费的程度 当然这个类别变数指的不是那种性别 男生女生啊 这种类别变数 这种纯类别的 我们是真的不能动他的 这种纯类别变数呢 我们到时候呢 大概都只能够把它当做全组比较来分析而已 那我们讲的类别呢 是那种量化以后有意义的 比如说我问你15个题目 那这15个题目呢 15个题目呢 你答对我就给你1分 答错我就给你0分 所以我加总以后呢 我分数越高 就再把你的知识程度越高 像这种类别的呢 这种类别的呢 我们是可以想办法处理成连续尺度的 那这是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 然后还有呢 很多像什么护理的问卷 他就问说 请问你在这个 他有一个叫 孕妇认成 什么量表 不愉快量表 不舒服量表 然后呢 类似这样的名字我忘记 然后你又问你说 请问你会不会有 你在怀孕期间会不会有 恶心 头痛 腹痛 什么水肿 这大概列了30个 我看吧 大概列了30个题目 可是你要知道 他的结论不是有 就是没有 对不对 那像这种呢 他是类别尺度 他当然不能拿来做SEM 可是呢 很多做护理的就是 突然老师就跟他讲说 你那个论文要用SEM做 哇 他就挂了 因为他 这些也就是文献用来的量表 可是他怎么用成SEM 我就告诉他 你要知道这二三四个症状 不是每个孕妇都会产生的 但是呢 每个孕妇产生的症状 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我可以肯定一点 如果你产生的症状越多 你应该越不舒服吧 你的焦虑 好像叫孕妇焦虑量表 好像是这样的名称 那如果你症状越多 我觉得你的焦虑程度越高 所以呢 像这种呢 就可以借由你有多少次的症状出现 那来决定你的焦虑程度高或低 所以像这种就可以被量化 可以变成一个量化的连续量表 像这种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做的 然后呢 SEM呢 我们一直想说它要大样本的分析法 也就是说至少是200个以上 那如果真的碰上小样本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你碰上小样本 而你又坚持一定要用SEM做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告诉你 其实在SEM里面 不是不能处理小样本的办 不是不能处理小样本 只是说这种方法呢 大概很少人在讲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试试看 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 然后呢 结构方程模型的Power跟样本数的决定 一般我们的样本数呢 都是用一个变数 10个 一个变数配10个样本啊 这是我们Rule of Some的经验值啦 但是呢也未必说真的 很多Reviewers也是不买单的 很多Reviewers也不认为 这是个合理的 他要你算 你会算吗 全世界目前只有一种算法 Maclum所提出来的算法 结构方程模型简定力这里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 会告诉各位呢 统计简定力怎么算 SEM的统计简定力 你一定只能够用这个语法来算 SARS的语法来算 那当然呢我们在这里 不会用SARS算 我们呢我已经把它改成R语言了 所以我们用R语言来计算 这个语法 那你就可以算出统计简定力跟样本数 那统计简定力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最常用到的实解呢 应该是 如果你有投稿那种APA Format的期刊 APA Format的期刊 它会要求你要提供Power 那么呢我们多变量的方法 过去SPSS的方法 我们都可以用一个软体叫做G Power 来计算它的那个Power 有个软体不要钱的啦 你们上网去查一下 G Power 那是不要钱 当然如果你想花钱也没问题啦 买SPSS公司出产的Sample Power 可是那个Sample Power要一两万块 G Power呢不要钱 而且画面又漂亮 你们可以去下载来用 但是呢很遗憾的 它不能用来算SEM 它不能用来算SEM 为什么它不能用来算SEM 因为这两个运作原理完全不一样 过去我们的SPSS呢 都是要算Reject H0 可是呢我们的SEM呢 要算的是Accept H0 所以这两个因为运作原理完全不同 所以那个方法在SEM里面都不能用 所以呢 SEM才会开发出另外一个方式 来计算统计减定力跟样本数 我刚刚讲那个G Power 就是SPSS里面的每一个方法 它都可以计算Power 跟样本数 它通通都可以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叫做 最佳模型的搜索 也就是说呢 这个呢叫做探索式的 探索式的结构模型分析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我们的结构模型 如果搞不太清楚说 我们的模型 应该怎么样画比较好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呢 来Try and Error 它可以帮你大概测试出来 你的Model怎么样会比较理想 那么它可以跑出几十个 甚至于几百个模型 然后让你去Run Test 这个是最佳模型的搜索 然后最后如果还有时间呢 我们就会把结构方程模型的报告准则呢 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根据Hoyer 他所1995年 所写的这篇论文告诉你 一篇SEM的论文 你要报告包含哪些部分 你要包含哪些部分 然后呢 你要怎么样报告 OK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两天要讲的内容 好